你走慢点 好 我得理你了 你扣都没扣上 我们都乱了 真不要脸 你快玩 我什么呢 我太阴 怎么办 他会不会出去乱说 按照果然的脾气 应该不喜欢搬弄是非搬弄八卦 万一呢 我还怎么做人呢 万一 要是传到你老婆那里呢 那就让他 那让他自顾不暇 那就让他没空乱讲 他要是真有什么把柄 我能把他干倒 让我等到现在 你刚说 你听不少业主说 关于卖他的事 我老板 是 关总早 早 刚收到恒天的租金付款 报到租金比市场的平均水平 还低了百分之十五 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继续要加推荐 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厉害了 恒天啊 多了不起啊 我们TN竟然开在他们一楼 带领PD部门超额完成KBI Matt这下回总部肯定是稳了 北美那个VP的位置悬空了很久 看起来 我们老板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踏身了 是不是就轮到管总宁了呀 以后做了我们部门老大 可要多带带我妈 马上要开会了 Matt来了吗 Matt出事了 发生什么事呢 Matt被停职调查了 为什么 有人说是 他在项目里手脚不干净 叔叔贿赂 Matt看着也不信啊 他也不取钱呢 是个危险钱的 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该怎么做事 就继续怎么做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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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部 上周 还有没有什么要跟人家沟通呢 这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雷迪亚也是副总监 Matt被停职 你跟她 谁代表BD 过来参加部门例会 都可以呀 对 说得有道理啊 那我也应该有权利来参加例会吧 没有位置 你看 我记得麦德在的时候曾经说过 谁能拿下横天 谁就能升BD部门的总监 朱总 是不是 他是说过 但他现在出事了 收了人家一个房子的人 多贪呐 他的话你能信吗 麦德怎么了 我们都不知道 你这么知道内幕 是你举报的 你别胡说八道 不过 皮特总您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既然我跟Lydia 都是BD部门的副总监 那横天这个项目 没有道理我一个人负责 不如接下来 就交给Lydia你吧 我 横天是我们BD目前最重要的项目 虽然位置条件都定了 但是交付时间还没谈 如果你能说服横天提前两个月交场 那我们就能提前开业 多两个月的销售 这可是个大功劳 也许 能帮你Lydia一飞冲天 真要是能提前开就太好了 感谢BD部门的支持 Lydia 横天的事 我建议你不要参与 明月这个人不好搞 可这是眼下公司最重要的项目 我不能让管文一个人出境风头 我也得有所表现 就算是你生我 也得有个说法呀 那你不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让给你 条件和位置都有书面确认 我们不过是随他们提前交场 就算不能提前交场 那也不公不过呀 那有什么问题 管文终于没有MAT这个保护伞 还不趁势秘密他的气焰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这事办公备的事 我可不会错过 好 Lydia呢 刚刚看见她在厕所 换了件小礼服群柜出去了 说是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业主 一会儿我要出去一下 帮我把晚上的电话会取消了 好 管总 我看到她跟公司司机小王一起走的 我们的大美女看着不太高兴啊 不会是因为我拒绝了提前交场给你们吧 我也要平衡一下品牌关系 让被你们抢了位置的品牌 做三个月的临时店 不算过分吧 喂 小玩儿 我被人抢了 你在哪儿啊 老公下班了吗 一起吃晚饭 我在餐厅等你哦 我今晚在公司有电话会议 你自己吃吧 你看我都干了 林总 您的酒少 没你不干 没有问题 长得漂亮嘛 来 给你多倒点 好好好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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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我太不小心了 我总是忙手忙脚的 您总不介意吧 没事 没事 这就是你说的在公司开电话会 临时改劲了 你谁啊 你有病吧 你干吗 她是我老婆 你别摔着吧 你别摔着吧 别摔着 别摔着 我懒你啊 别打了